秋月的育儿天地 嗨大家好 谢谢秋月 很高兴又能够来到秋月的podcast 然后可以透过这里跟大家探讨一些 很需要及时被提醒 然后大家一起提早开始思考的问题 真的 然后我们每一次聊的话题 其实它后面 无论是现在才刚刚加入的朋友听 或者是以前已经播出的 他们听回去 时不时还是会收到一些讯息 就是妈妈听了之后就觉得 那一集帮助它很大 然后它开始懂得怎么去允许自己 或者怎么去在日常当中锻炼静心 甚至是呼吸的方法 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一个内容呢 其实也是很巧妙的情况下 我们决定的 就当Mira老师说 不如我们这一次来聊一聊 我们的下半场 尤其无论你是爸爸也好 妈妈也好 甚至你是单身 个人我们都很重要 那我们的上半场很努力 一直在奔跑 一直要把球踢进龙门 那到下半场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其实也很重要 然后当Mira老师提出的时候 我刚好就在看这一本书 50岁之后 我出去一下 是为台湾妈妈写的 彭菊仙 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 哇 这么巧 那个提议的时间点刚好 就当我内心想起 是我50岁之后 我应该怎么做 然后Mira老师说 我们来谈一谈吧 对 对这个课题感到 特别的觉得需要被关注 是因为 透过自己在做心灵教练 所以接触到的个案 然后家里发生的事情 还有自己周边的朋友 然后亲身 或者是亲眼看见的一些例子 然后特别是 最近听到很多 人都在马来西亚的 可能大概70几岁的家里的妈妈 就是70几岁的妈妈这样子 然后因为可能没有想过 自己大概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可以过怎么样的生活 就是说比我们更早两倍 就是我们妈妈的那个年纪 或者是更大一点的 奶奶 阿妈的年纪 对对对 当他们来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然后在家里 可能就没有什么朋友 然后就变成一个老奶奶的形象 那有些刚好 可能伴侣又刚刚过世 那忽然间一个人 然后被接到孩子的家里 然后就会有一些情绪 包括说 我为什么活这么长 然后活在这样子 就不太快乐啊 然后或者是在教育孙子 因为会帮忙雇小孩嘛 的方法上面 跟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差距的 那就造成了说 这个老奶奶会跟自己的儿子 或女儿因为这个东西又起冲突 那作为儿子女儿的又会紧张 因为觉得说 他其实并不想冲突父母 他也很想孝顺 可是他又要照顾说 怕这样子的互动关系里面 怕错message给自己的孩子 所以那个家庭就变成有很多的拉扯 然后我就想说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 因为时间转很快 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的十年 好像很久 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时间转很快很快 快到说一下子现在四月都五月要来了 也快下半年了 对 所以搞不好十年时间 以现在的速度感来讲 也许三年就到了 那我们也很快会步入五十岁六十岁 真的你看一转眼 我两个儿子就都上小学了 然后我大儿子快要上中学 有时候我还在想 好快哦 我好像明明才刚把他带来这个世界 那刚才提到这些过程 其实也是让我们提早 有一种心理准备 或者心理建设 甚至是为我们自己的人生 先做一些小目标的设定 因为有一天他到的时候 包括说两个孩子可能已经上了大学 离开家里 然后你突然间一个人的时候 这些声音就会出现了 我为什么忙了这么久 我现在一个人 或者我现在还可以为什么是在做努力 那个我很认同这一个部分 然后当那个我们说的空潮期 就是孩子忽然间都去读大学啦 或者结婚生子啦 都搬离开了 剩下自己跟老伴 甚至很可能老伴忽然间也不在了 那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那这习惯为大家付出的妈妈 特别是妈妈这个角色啦 当然我觉得有一些 爸爸也是会有同样的感受的 那整个房子空下来 他本来一天排到满的schedule 忽然间全部空挡掉 然后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然后在这个地方里面变成说 要嘛常常打电话 叫孩子回来啦 然后想要继续做那个 可以关心跟给予 从那边拿到价值感 但是很多时候 私与愿违 因为孩子通常这个时候 自己也有小孩 然后忙着打拼事业 可能也不是有那么多的时间 可以陪伴父母 那这个时候 那到底这个五十几六十几的 这个处于这样子的年纪 我们说熟灵啦 的阶段的我们 到底可以做什么 那其实我觉得 它可以是一个美好的阶段 如果我们提早准备好 你想想看 当我们有小孩 然后我们结婚 或者是我们在供房子 我们都会说 等啦 等我们供完了房贷 我们才去做什么 等啦 等我供完了车贷 等我的孩子大学毕业 等我的孙子等等等等 可是忽然间那天 忽然间就来了 可是很多的东西 也许自己没有去培养起来 比如说没有太多的嗜好 没有自己的朋友圈 然后这些东西就造成说 在那个点上 忽然间会发黄 就是刚才秋月提到的嘛 就放大了很多的感受在那里 然后那时候声音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失落 觉得自己好像突然间 变得是一个社会上 没有用的人 这些都是我身旁一些老人家 包括我最亲近的婆婆 她也曾经这样子跟我说过 然后那时候你是会心痛 你会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很健康 我们都全家人都健在 为什么你会有 这个声音出现 就耗掉了 你可以好好的享受 每一天的生活 但是你说 我们现在开始去规划 很多妈妈 包括我自己 有时候也想 现在都忙不过来了 我现在要顾孩子的三餐 照顾好全家上下 大家可以很愉快的过完 这一天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们要怎么样去停下来 不要再说 等以后到了再说 而是现在就可以为 以后做好这个计划 这个其实就是今天我们两个特别想要去谈的这个点嘛 就是说我明白说日子里面总是很忙 而且特别是有小孩 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 然后有太多太多的东西 在每一天里面都马不停蹄的 必须要去对应 然后到晚上停下来的时候都已经觉得很累 能够睡饱就已经不错了 但是长远来看 你想说如果你能够在现在四十几三十几的阶段 你开始培养一些兴趣 但是并不需要说把专注力都放在那个部分嘛 我们 Let's say我们把所谓的me time 放一部分是在做这个东西 不要只是刷手机啊 或者是看韩剧啊 虽然那个不是说不能做我的事情 可是Let's say 把那个时间放一点点在专注说学习 我觉得持续学习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然后只要我们有启动了 它很像一个齿轮一样 你有这个习惯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不管你学的是什么 那时候你的兴趣是什么 只要让一个空间保留给自己 持续去做这个 然后也可以在那个时间里面去做回一下自己 意思是说去见一下你的朋友 然后跟他们维持一定的联系 因为这些人将会是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坐下来 跟我们可以分享共同经验的 或者一起简单吹水很快乐的朋友 我在澳洲的火车上面就看过一些 看起来就是六十几岁的partner 就是应该都是父母亲父母亲 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 可能三队人约去附近本地一日旅游这样子 然后在车上可能就会一起埋怨一下孩子 所以他们都很忙什么 可是我觉得那个气氛是很愉快的 那这些东西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没有被去培养起来的话 就我觉得到那个年纪 忽然间你要 你想想看现在你七十岁 然后你忽然间跟你讲 孩子跟你讲说 妈你不要整天待在家 你去过一下你自己去找朋友 我想那个阿姨会拿起手机 不知道打给谁 对而且她搞不好有另外一个声音是 我孩子嫌弃我了 我孩子怎么会叫我去找朋友 他不是陪我的那个人 你知道老人家可能也会想很多 所以你刚提到那个 在火车上面看到熟灵的朋友 我就想起 我之前跟先生去度蜜月的路上 我们去到土耳其 然后整辆巴士上面 只有我们一对couple 然后其他二三十个 都是五十岁以上的 那种阔太太啊 或者老奶奶 然后他们就很欢乐的在一起 整辆巴士都是他们的声音 我突然想起 其实也很美好 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去享受 去那个旅途中 看风景 去吃美食 甚至有一部韩剧 My dear friends 也是讲一群老奶奶 孩子长大了 然后自己一个人睡醒了之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其实他们都在找生活的方向 像你讲到电影的话 我也看到那一部 已经拍了两间 那个The Book Club 然后里面也是在讲几个女人 然后从年轻一直到老 都是朋友 然后他们联系的方式 就是一直看书 比如说五个人的团体 你建一本书 然后那几个月就看那一本 然后另外一个人 又可以建一本书 然后他们就会看那个 然后故事就围绕着 他们怎么样 有些可能离婚啦 有些人又还在婚姻啊 有些老伴过世啦 然后他怎么样move on 他的生活 就用一本书来联系情感 然后往前进 对对 就是他们共同进行一个活动 那个活动是好多年 都一路进行下去的 可是这些人就变成 很close的朋友 然后在他人生不同阶段 这些人是他的一个support 因为有些东西 可能你跟孩子讲 孩子是不会懂的 因为他的年纪 跟你正在经验的 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回想起来一定知道 当初自己还没有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妈妈父母 跟我们讲的东西 可能我们也是收不到的 然后 现在我们自己去到那个阶段 那接下来 我们就会是那一批 自己变成老人的 那个阶段了 是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些 可能有一些父母在听着 maybe你还是新手妈妈 爸爸的时候 你还在享受这个过程 你也会收不到 没关系 你可以先把它储存起来 不忙 然后有机会 你再好好的去了解 我们今天谈的 其实它是一个 即将要发生 是个future tense 但是呢 如果我们等到那时候 才去完成这个句子 我们会很吃力 尤其身边很多朋友 其实也已经发展到 包括我也曾经经历过 自己的妈妈 去到50岁的时候 跟我说 她感觉在家里 她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maybe是我们孩子都长大了 有自己的家庭了 然后很少机会可以 一天24小时在妈妈身边 然后那时候妈妈就会觉得 有失落感 非常强烈的 厚重的失落感 而且觉得每一天 好像没有什么 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发生 那个时候 你开始给妈妈建议了 你可以种种盆栽啊 你可以学煮这道菜 然后可能身旁的孩子们 就会分享一些短视频 烹饪的 擦花的 就丰富她的生活 但对当事人来说 可能那不是她想要的 是 这一个点也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我也看着 跟亲生经历过周边的亲戚朋友 包括以前我自己的阿嬷 还在生的时候 孩子总是会想要她更好 或者说你不要这么无聊 就建议很多东西 可是很多时候对长者来讲 她并不喜欢那些建议 第一像你讲 她可能内在的想法说 你嫌弃我 然后第二个就是 她会觉得说 你讲的那些我都不想做 可是她自己又走不出那个状态 就是她没有价值感 然后觉得很无聊 然后就会一直期盼孩子回来 或者是惯性的 还是拼命在担心孩子 可是孩子在那时候 可能需要的支持 已经不是你一直担心 她有没有吃饱 她有没有穿的够 或者她去旅行带了什么 她已经是个成人 她更需要的是一个朋友关系 然后她更需要的是 知道说这个妈妈或者爸爸 自己也过得很好 所以她不用担心 因为位置有一点兑换了 那已经成年的孩子 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是 怎么说反过来要做照护者的角色 所以她就会 就像我们会叫小孩说 你去读书 你去做什么东西 你就画画啦 不要这样无聊啦 这样子 你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啊 你可以帮助到你加分的事啊 对 所以缴着兑换 可是自己本来是父母或者长者的 就会有那个抵抗 抗拒感 觉得说第一 你凭什么管我 我吃米比你吃 我吃盐比你吃米多 是是是 但是已经是非常夸张 是是没有错 所以就关系上就会变成拉扯 那反导是既然都知道 事情会这样子发生 我们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 这也是今天我跟秋月 在这里想要跟大家去探讨的原因 就是说既然事情都大概会是这样发生 为什么我们不反其道而行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些规划 然后我们就来开始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 然后开始去经营自己的一些朋友圈 以至于十年后 二十年后 我走到那个点的时候 我不会掉进一个好像 到处找不到方向的那个窘境 然后年纪越大 有时候那个 我们讲的resilient 那个弹性 弹性对对对 就相对的没有这么宽广 对 反而是得了疏松症 他不够弹性了 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就会 我们年纪大 然后去到那个位置 又不好适应的时候 里面会起很多种心态 包括说没有价值感 然后会觉得说很窘 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小孩子可能不会 要问东西还容易一点 你想想看自己六十几岁 然后你就 哇这价值的人都是我照顾大的 你现在要开口 我想如果讲到这个点 男人可能又比女人更加难开口 所以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提早做呢 如果你现在就有不断学习的那个习惯 很多东西你catch up相对的就快 然后包括说那时候可能有AI 有很多东西 世界完全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 可是因为你持续的有在接触 就不会害怕 然后你也许不需要在那个领域最厉害 就像现在我不会希望我的父母 像IT神才这样子 可以写一个program 他懂得打video call给我 甚至voice message 就了不起了 就了不起了 然后想说哇就很美好了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很喜欢那天我看到一个 五十几岁 然后很漂亮很优雅的阿姨 我就跟她聊天 我说阿姨啊你觉得这个课题怎么样 然后他后来跟我讲一个东西 我很喜欢 他讲我们要跟孩子一人走一半的路 意思是说孩子如果可以的话 稍微走慢一点 我们要走快一点 他意思是上学习上面我们要跟得上 所以跟孩子可以接轨 要不然老师叫孩子陪我们 可是那个点上又没有话讲 然后我们又不懂他在发生什么 其实那个相处也并不愉快 那老师叫孩子放慢脚步 那也不行 因为他正在 Let's say四十几三十几 他正在要打拼的阶段 然后下面可能有小孩 他的位置也不允许他放慢 或者是完全停下来陪老人家 我觉得他这个形容值很好 我觉得父母亲跟孩子之间 mid halfway 在那个地方上面 这样子能够接得上的话 还有很多你这个人生学到的智慧啊 然后你可以分享的东西 他就可以继续在那边流动 除了脚步 各取一半 就是放慢一半 跨一半 还有就是可能彼此的 对彼此的期待 也可以放下一半 那都会比较舒服 那情绪可能就不会来得那么快 可能对于我们跟长辈 或者以后我们跟我们的孩子 也会比较可以同频 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就是 现在开始意识到那时候的状态会不一样 然后慢慢的做调整 你就会觉得你的时间是很充裕的 可是主要是跟很多朋友在聊的时候 很多人还没有觉得这是一个 需要去关注的事情 他们就会觉得到时候就会知道啦 或者是孩子长大以后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啦 可是那个时候踩空的感觉其实不太好 对也有一个想法可能是因为像秋月的育儿天地嘛 育儿啊干嘛去起到我们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但那其实也是育儿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记得我在开始学健身的时候 我的健身教练也是一个爸爸 两个孩子的父亲 他给我的观念就很好 他就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健身 不是为了瘦不是为了美 而是以后你的孩子也会很快乐 我有一个这么健康的爸爸妈妈 而且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可以自己弯腰蹲下去拿东西 可以自己上下楼梯 那对孩子来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看你们健康的老去 放心的老去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对耶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选择兴趣也好 选择要什么锻炼自己都好 也是育儿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我很喜欢秋月提出来的这个反躁点 就是说我们重新一整颗心 然后所有的关注力都在育儿 然后都希望孩子好 可是其实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然后真正为孩子好的状况是像秋月刚才提到的 我们可以很健康的老去 然后我们可以展现出一个 那个整个过程是让他们很放心的 其实这是下一个部分的 我们现在可以提早做到 那到时候就会呈现那个效果的那个方式 总好过就是可能父亲爸爸本身 一直忙着打拼应酬 然后熬夜去拼很多的工程啊 什么工作都好专案都好 然后回过头来你少了时间陪孩子 彼此连接就比较没有那么深 而且你要花力气在之后去建立更多的更深的关系 还有自己的健康可能受到的影响 那个过程可能你后面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收回来看的话 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说时间要安排 其实你想要100%给孩子 那个100%不是怎么说呢 你把30%拿回做来关注自己 调整自己的身心 培养兴趣 关注自己的健康 其实那30%也是在给孩子的 对但是很多妈妈可能会跳出来说 你知道这样子做 我好像会被认为是自私的 然后你为什么可以让孩子可能做些什么 然后你自己去学习 然后你一个人去啊 你知道社会上会有这样的声音 然后你一个人去学这个 你一个人你孩子呢 这些问题问出来是关心 但对我们想努力的妈妈来说 她变成是一种社会的价值观的批判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需要被转化掉的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说 你在做这个东西 其实正是你爱你家人 你从你爱你自己 其实你也在爱到了你的家人 很简单的一个画面 你现在回想 应该是说你现在试着想象 你自己现在70岁 你觉得你孩子会希望看到你 就是很累 然后很愁苦着脸 然后每天很无聊 早上起来吃完的早餐 就坐在那边看电视 一路看到七点 然后每次就一直打电话给孩子 看到回来了没有 吃饱了没有 然后回来就念 还是你的孩子会希望看到那个70岁 然后他要找你 你还说我没有空 我等一下还有办什么活动 我要去健身 你可能要星期六回来两个小时就好 还有一月时间 然后还对生命有很多不同的精彩 而且还有很多的期待 你觉得你自己的孩子 当你二三十年后变成70岁 他希望看到了怎么样 你 可是那个70岁的你 很抱歉 不是70岁的时候才做的 是现在开始做 所以那个时候你呈现出来 那我请问 当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是自私 还是你在爱着你自己的同时 你爱到了你的家人 这个想象的功课很好 尤其你每天 可能想要放过自己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些声音拉住你的时候 那些拉扯的情况一出现 我们就可以练习这个想象的过程 它搞不好就可以让你更有勇气 去想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今天 特别想要拿出来跟大家谈的原因 因为有很多的声音 它其实并不真实 然后有很多社会既定的一个反应 特别是现在社交媒体啊 什么东西 这么快速啊 很多东西都没有经过思考 然后就只是一个话题 就引了另外一个话题 然后因为有话题性可以卖东西 那个话题又转了更大的一个话题 可是我们没有去停下来 去看清楚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却影响了我们 包括说刚刚那个动作 很明显的爱你自己 然后对你家人也好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停下来 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些根本是没有根据点的价值判断 却会影响我们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先停下来 虽然说我们要活在当下 focus 专注我们现在手上的事情 但如果你太过于急着在当下找到一个结果 或者看到可能孩子的成绩啊 孩子现在的活动啊 他的课业好不好 太注重这些细节 那你全部心力都在上面的时候 你反而会忽略了自己 对 把自己的未来就在现在耗掉了 是是是 而且那其实 看起来是现在一百八千的 专注在孩子 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其实是牺牲了未来 你跟孩子可能有的很好 很美好的 你七十岁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停下来问自己 你想受吗 这个过程 你快乐吗 那如果你当中有一些迟疑 我们要找出一个 一个帮助自己的方法 为什么我会迟疑 没有办法 马上回答 求别我很享受 一定是里面有一些事拉住你 包括你可能其实很想工作 你很想做自己的事情 证明自己的价值 但你因为要照顾家人 要回到家庭 你可能就失去了 自己生活的动力 以至于你会开始怀疑 我现在到底是在做什么 或者我到底想不享受 那你现在也在拉扯 七十岁的时候 你在回想这个过程 你可能就充满了很多的委屈 对自己觉得不快乐 不满意那个状态的自己 就也提到这一个 其实我最近 听到好几个 也大概都是七十岁的妈妈 忽然间就是在家里门口 会狂叫起来 没有原因的 然后家里的孩子 当然就会觉得说 他可能需要去见心理医生 因为觉得他处于一个 歇似底里的状况 那孩子推测的时候 回想起来就发现说 妈妈在他们年纪的时候 在婚姻上有一些困难 然后可能那时候没有处理到 那为什么会在现在过了二三十年 甚至是更久才发生呢 很多时候在在进行的这个 我自己的课里面 我会发现说 荷尔个案里面会发现 学员都有这个问题 他说哎为什么我之前最辛苦的时候 没有爆发 现在我的状况都很好了 反而爆发起来呢 因为你已经有空间可以去爆发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 有些时候当我们面对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人的能力是很强大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咬紧牙根撑过去 家人有癌症啊 有婚变啊 孩子有问题啊 那个时候我们会想 我现在不可以倒下 所以我们会压完所有的情绪 然后咬紧牙根冲过去 那好啦冲过去以后 常常又有别的事情忙嘛 大家就忘记了 其实是需要去修复自己 那那个东西还在里面啊 还在里面 然后二三十年后 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 有一个空间 那个东西就爆出来了 这很像现在的上班族耶 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 都很健康 平安无事 很有冲劲 但是一拿长假的时候 就会生病了 这是我们身体很奥妙的 一个讯号在那边 也是人强大的地方 可是这个点上也是 我们应该要提早知道说 没有事 不是真的没有事 有些东西没有处理掉 他就是会回来 可是听到这个东西 也并不需要觉得紧张 或者负担 就只需要知道说 我有过这个事情 然后在我可以的状况下 我要去处理它 就这样子 所以妈妈或者爸爸都好 无论你多么的伟大 多么的想要让家庭好 我们还是要停下来 让自己有空间跟时间去想想看 可能我们下半场可以怎么规划 甚至是现在的你 有什么是需要清空的 有什么需要帮助自己 把内在探索 然后去做一些疗愈的工作都好 让自己有安静的时刻 我们才可以真的有那个能力 再继续陪伴孩子走更远 没错 而且是有质地的陪伴孩子走更远 我看到很多父母到 比如说他70岁 然后真的是健康不好 或者你想 刚才我提到那个70岁 在门口吼叫的妈妈 她会开心吗 她自己应该是会有很大的 第一 人发生那状况的时候 一定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自己一定会紧张 就像老人 如果忽然间发现自己讲不出话 或者是有一些失忆症 第一个吓到的一定是自己 第二个一定会就说 我给我孩子添麻烦 我到现在 会自责 对 会自责 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老人 处于那个身体状况不好的状况 他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这两样东西一定发生 回过头更加提醒我们 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去找立这些地方 因为你现在找立 那些东西就相对的发生的机会 减弱很多 这好像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生命功课 结果无论你现在是有孩子 或者你在孕育新生命 或者你也在努力的陪伴自己成长 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其实很大 那个画面很广 是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真的要去在能力范围内 帮自己找出我们的兴趣 归结成几个点比较好谈 第一个就是包括说 要保有自己的价值感 价值感 对 然后不管说你现在是一个 全职妈妈或者全职爸爸 或者是你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永远不要放掉这一块 因为这个东西一旦空掉的时候 人会内在里面生起很多的声音 都会是负面 而且这个价值感千万不要依靠别人给你 一定要是自己照着镜子 就可以找到那份价值感 就多大多小 从你眼神 哇我今天是个很有力量的人 那也是一份价值感 哇我今天把衣服亮得好好好整齐 好有美感 也是一个价值感 煮出一桌子很好的菜 也是一个价值感 或者是你需要的真的是一个 事业上面的成就感 那时间上面是可以安排的 重点是自己要先知道 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然后不要去放掉它 价值感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兴趣 那兴趣其实随着年龄 它都会改变的 关键并不是把一个兴趣 从三岁维持到八十岁 而是永远要记得给自己那十分钟 一个星期拿不出一个小时 总可以有十分钟二十分钟吧 那也不一定说画画就一定要完成什么伟大作品 唱歌就一定要唱歌比赛 对吗 学catwalk就一定要去接广告 不见得啊 但是可不可以有十分钟 然后可不可以持续的有不同的新的爱好 那让你 因为当你有爱好 你就会去找资料 你就会去认识到新的朋友 然后你就有新的话题 然后孩子啊 你周边的朋友 包括伴侣 彼此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有那个新鲜感 才会有新的topic可以去聊 所以第一个是价值感 第二个是兴趣 第三个就是要有自己的朋友 可以不断的换 我理解说自己的朋友圈 是会不断的换的 因为我们会改变嘛 本来小学的同学 可能中学又不一样了 大学不一样了 成为妈妈以后又不一样了 退休以后又不一样 都OK 可是永远要有孩子跟伴侣以外 自己的朋友圈 这个才会显现出 你在整个生活里面是非常丰富的 多元的 然后自己也会很快乐去享受每一个细节 对 而且我总是觉得说如果 我总是觉得说孩子要打电话回来 然后你不得空理他 这样是觉得好像蛮厉害的一件事情 好你要跟我预约一下 下个礼拜六的几点到几点 可以跟你喝个咖啡 然后他不是也就很期待回来吗 真的 那份期待感反而让母子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亲密 好像热恋的感觉 这个也是需要经营 对啊 而且搞不好那个时候 他回过头还有东西可以问你 你在那里去玩什么 对啊 你学什么 可以教我吗 对啊 那个FB的那个什么东西 或者那个最新的什么 也许以后都是AI的什么软件 你那个影片的effect怎么玩的 是 好 这个很有趣 所以希望你听到这里呢 也可以开始想象 当你50岁60岁70岁的时候 你的生命阶段会出现什么样的图像 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给现在的自己很大的力量 跟鼓励的一件事情 谢谢Mira老师 今天跟我们归纳了这么多 我们可以回到日常 自己去帮助自己的 那我也希望说 接下来我们还有机会再 更深入的去聊 或者是找一些方法是 马上可以落地 去交身旁的这些父母朋友之间 彼此帮助彼此成长 好 谢谢秋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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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